拜登拉攏藍磷選票放話 對中國進口鋼女 課徵三倍關稅 伊朗空襲以色列 歐美擴大制裁伊朗 勸阻以色列截至報復行動 加拿大侦破時尚最大黃金竊案 但是六千多條金條 已經換成了槍枝 今天早上雙北地區下大雨 造成了多處淹水 還有汽車受困在寒洞裡面 連臺北車站的連通道也積水 一度影響到機場捷運 而氣象署表示 明天雖然封面逐漸遠離 各地還是有降雨機會 請大家要多留意 如果車輛放慢速度行駛 新北市盧州區附近路往環堤大道方向 大臺北市場附近路面積水 北北基十八號清晨突然強降雨 如舟往五谷的堤防積水 汐止潔東路從德國小附近 也出現小黃河 十八號早上北臺灣突然下起大雨 在新北市汐止從德國小旁邊 這條巷子突然就一個大淹水 可以看到連摩托車都倒在地上 水淹到最高的時候 有差不多輪胎這麼高 而相關單位現在趕緊調這個抽水機 來做陰影 新北三重新莊五谷泰山 包括細紙 短延遲強降雨的雨量 每小時都達七十毫米以上 多處積淹水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強化三級開設 我們立即啟動強化三級的應變機制 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的積淹水就立即都已經處理完畢了 不只新北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 北路二段附近的寒洞也淹水 造成兩臺車受困 但幸好沒有人受傷 臺北車站台鐵網積結連通道 也出現積水一度影響積結營運 但排除積水後就恢復旅客通行 氣象署表示封面抵達臺灣 全臺水氣偏多 十八號晚間雨勢才會逐漸趨緩 雖然說晚上之後開始雨勢趨緩下來 不過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 各地還是會有局部下雨的情況發生 氣象署提醒大雨可能伴隨雷擊瞬間強風 民眾出門要留意安全 雖然十九號封面逐漸遠離 但水氣人偏多 各地仍有降雨機會 記者綜合報導 阿拉伯地區也出現七十五年以來 最大暴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降下破紀錄的雨量 全球第二繁忙的杜拜機場 大煙水導致有七百多個航班 延誤或者取消 大批旅客就滯留機場超過二十四個鐘頭 大雨伴隨強風 機場班機被迫延誤或改降 跑道直接被水淹沒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十六號開始降下暴雨 擾亂全球第二繁忙的杜拜機場航班 週三大約有兩百九十架航班被取消 另外有四百四十架航班因此延誤 外界質疑阿聯最近是否在進行人造雨措施 解決缺水問題才導致這次暴雨成災 但當地氣象單位否認最近有進行人造雨作業 機場內大量旅客滯留 有些人已經等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杜拜機場週三在關閉兩個多小時後才逐步恢復運作 沙漠氣候的杜拜四月平均雨量只有個位數 但從週一傍晚開始雨就下個不停 缺乏排水系統的道路開始淹水 許多車輛被泡在水裡 而且到週二早上暴雨更強 當地二十四小時降雨創 有紀錄以來新高 大雨也襲擊 加烏迪阿拉伯和巴林 許多汽車被洪水淹沒 阿聯是去年COP28主辦國 先前就曾警告全球暖化可能導致洪水泛濫 所以說指出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很可能讓阿曼和 杜拜經常降下這種致命且具有破壞性的暴雨 自從工業時代以來 全球均溫以上升約攝氏一點一度 科學家警告 除非世界各國開始大幅削減碳排 否則氣溫還會繼續上升 極端天氣恐怕會更頻繁發生 公司新聞政委人編譯 伊朗上個週末對以色列發動飛彈和無人機攻擊 雖然沒有造成嚴重損害 但是西方國家擔心這是一個開端 中東緊張情勢有擴大的風險 歐盟星期三的高峰會就決定要制裁伊朗武器供應商 並且重申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 希望以色列能夠克制 不要有大規模報復行動 而美國的制裁計畫就更廣泛 包括了伊朗國防部革命衛隊 以及在中東地區資助的代理人 眾議院日前還通過阻止中國購買伊朗石油的法案 但是有專家表示 如果美國政府對伊朗祭出太嚴厲的制裁 恐怕將會面臨激怒中國和油價飆漲的風險 針對伊朗日前以飛彈和無人機攻擊以色列 歐盟二十七國領袖十七號決議 將對伊朗採取更嚴厲的制裁 這場攻擊發生在以哈衝突爆發六個月後 引起中東戰火擴大的隱憂 歐盟國家領導人紛紛譴責伊朗的行動 並重申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 先前以色列曾表示將對伊朗展開報復 但沒有說明具體會如何進行 歐盟同時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 許多西方國家建議新的制裁 需阻止伊朗向中東代理人運送飛彈和無人機 美國就宣布除了會制裁伊朗的武器計畫 也將強化中東地區防空及預警系統 進一步削弱伊朗武器對地區的威脅 而在本週舉行的G7外長會議 輪值主席國意大利正推動加薩停火 意大利外長在會前訪問中提到 G7國家對伊朗的制裁範圍 將包括武器製造商 中東緊張局勢升溫也導致全球有價波動 專家指出 由於伊朗攻擊以色列造成的損害有限 加上美國原油儲量增加 中國需求疲軟等因素 讓本週油價連續三天下跌 但未來仍受到各國新的制裁 以及以色列是否克制行動所影響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 正當國際間把注意焦點放在中東 俄羅斯星期三大舉轟炸烏克蘭北部的城市 切爾尼戈夫造成了17人不幸喪命 是最近幾週以來最致命的一次攻擊 見到遠處濃煙篡聲 從電車下來的乘客感到不妙 接著飛彈掠過頭頂 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 成為俄羅斯最新攻擊目標 17號遭到轟炸 有人死傷 烏克蘭官員表示 有數枚飛彈擊中市中心 關鍵基礎設施及意願受損 烏克蘭衝突前這座城市人口30萬 這次攻擊是近幾週來最致命的一次 有些建築受損 並有人員受困瓦力堆 醫院呼籲各界踴躍捐血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呼籲盟友緊急提供防空支援 表示如果全世界對打擊俄羅斯恐怖活動的決心 夠堅定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近日他以三月十一號俄羅斯空襲行動 摧毀基辅附近的特里皮利亞熱電廠事件 表達烏克蘭的處境 俄羅斯方面自俄烏衝突以來 俄軍在烏克蘭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五萬 這是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所屬記者 獨立媒體網站以及志工等統整後的數字 也比莫斯科當局二零二二年九月 也就是至今唯一公開承認的一次所公佈的數字 高出八倍 公視新聞黃韻林編譯 接下來的新聞猜猜看時間 把鏡頭交給批帥 好 現在我們把鏡頭轉到美國 我們知道在美國總統大選 當中賓州是關鍵的搖擺州之一 拜登總統在星期三前往當地的鋼鐵之城 皮茲堡向當地的藍領勞工喊話 他宣稱要重振美國製造業 揚言對中國進口的鋼鋁 課徵三倍的關稅 而美國貿易代表署也在同一天宣布 要針對中國的海運物流 還有造船業啟動三零一調查 在攸關總統大選勝負的關鍵州 賓州 拜登對這鋼鐵重鎮皮茲堡的勞工 宣誓打擊不公平競爭 提議把對中國鋼鋁產品的關稅 從現行百分之七點五 三倍增為百分之二十五 不讓對手川普的保護主義專美於錢 拜登表示還將對繞道從墨西哥運輸 規避美國邊境稅的中國公司採取行動 此外 日本新日鐵公司 談妥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 拜登也再次表示反對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也在當天宣布 對中國造船 海事與物流領域的貿易行為 展開三零一調查 戴琪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聽證會中 指出十年前中國的補貼式競爭 已經在太陽能電池產業重創美國 現在必須果斷行動 保護本土電動車的競爭力 儘管拜登強調不想跟中國衝突 只尋求公平競爭 且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中國商務部仍然表達強烈不滿 指控美方是出於國內政治需要發起新的三零一調查 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衛此生權益 通知新聞 淑慧中編譯 介紹帶您看美國時代雜誌公布今年度的百大影響力人物 我們的準總統賴清德和輝達執行長黃仁勳都榜上有名 總統府回應這是國際社會對臺灣民主成就的重要肯定 美國時代雜誌公布二零二四年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上榜革新者類別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入列時代象徵類別 在領袖類別除了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賴清德也以臺灣的準總統之姿入選 感謝時代雜誌評選賴清德副總統為二零二四年百大影響力人物之一 這是國際社會肯定臺灣人民所共同努力達成的民主成就 賴清德或肯定國防安全研究院執行長陳明琦分析 除了賴清德是傑出政治人物 也顯示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扮演舉足輕重角色 以及臺灣在面對中國的威脅挑戰下 仍受到國際肯定 賴清德關注內政也得兼顧外交 五二零就職前夕和準副總統小美琴 十七號到外交部聽取業務簡報 賴清德先前曾提過外交路線會菜歸賴隨 而隨著新政府人事佈局陸續逐漸公布 國安人事和兩岸佈局也備受關注 傳出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已點頭接任海基會董事長 外界推測若由鄭文燦接掌海基會 會是賴清德釋放兩岸對話交流訊號 而鄭文燦只透過文字回應 春暖花開比較重要留下想像 記者蔣榮祥 翁榮 張明如台北報導 這個星期一 台電因為有四部機組跳電 被轉容量率一度降到了百分之三 必須要請台積電這些用電大戶來支援電力 今天在立法委員追問之下 台電承認一度電付費八元到十二元 至於總共花了多少錢 還要經過精密的計算才能夠說明 而桃園地區連續三天停電 影響到上萬戶的民眾 準經濟部長郭智輝 今天也被媒體問到 要如何解決問題 十八號早上七點多 桃園一度又陷入五電狀態 不僅造成店家營運困擾 民運四起 桃園市長張善政跟通批 能源政策慌腔走板 桃園地區民怨不斷 是因為桃園從十六號開始 包含大園中立 龜山等地 就有三起停電 累計停電超過一萬戶以上 隔天平鎮區一帶也停電 到了十八號早上桃園區和龍潭區等地 短短一小時內發生三起停電 最久一度停電超過七小時才全數付電 七十十五號週一 台電發生四部機組跳電 台電除了調配水利發電 也啟動需量競價 請台積電等用電大戶支援電力 這才躲過限電危機 台電究竟花了多少錢 像用電大戶調用電力還有代金算 只是台灣供電問題頻傳 各界關注 即將上任的準經濟部長郭志輝 如何解決水電問題 郭志輝也強調 目前無法判斷核電是否研議 但如果真要研議 要取得全民同意 記者綜藥報導 接下來要告訴您 加拿大警方宣布 偵破史上最大宗的黃金失竊案 逮捕到六名嫌犯 還有另外三人在逃 嫌犯當中包括兩名加拿大航空的現任 和離職員工 證明的確有內神通外貴 而當時負責開車搬運 金條的司機被抓到的時候 車上有多達六十五把槍 但是本來重達四百公斤 價值四點七億新台幣的金條 已經不見蹤影 警方指出被捕嫌犯包括兩名加拿大航空限制和已離職員工 他們涉嫌內神通外鬼偷走黃金 而當時負責開車搬運的司機 則是在去年九月在美國賓州被逮捕 警方在他的車上查獲六十五把槍支 車上並起出六個走重約一公斤的金手桌 還有部分假币 警方研判 歹徒已經將多數黃金變賣 用以購買槍支從事走私販運 戴徒離奇的作案手法 連警方也大探有如電影情節 目前正積極查棄再逃三名嫌犯 故事新聞則會名別一 現在就請P社來揭曉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喬治亞曾經是蘇聯加盟共和國 也是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故鄉 但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獨立 歐盟在去年十二月 授予喬治亞入盟候選國資格 答案是三 你答對了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我們明天晚晚日 下午後 請繼續做 請繼續做 請坐 許使用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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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